王先生刚搬新家 但却为了电视的事伤透脑筋 要装迪斯台啦 这样我要看的节目才看得到 不要啦 要装远迫迪啦 这样才能看到高画质的节目 张先生你们家怎么了 没事没事 只是在讨论装电视的问题 讨论的很热烈啊 现在第四台已经全面改成数位的啦 但画质完全没跟上 都什么时代啦 还是那种鸟画质 结果就变成高画质的易经电视 都英雄无用武之地 那若是要看HD的高画质怎么办呢 那就要装MOD 但台数却比第四台少很多 真是两难啊 其实可以兼得啊 两种都办吗 怎么可能 又不是钱太多 那要如何办到呢 电视的事都交给我的好朋友 乐王宝宝 乐王宝宝 那是谁啊 朋友找我吗 跟您介绍一个新朋友 王先生 您好乐王宝宝 我是老王 老王 有什么需要我帮您的吗 是这样的 我全家正为要装什么电视系统而吵到不休呢 嗯 看我的法宝 哇 画质真的很好耶 脸的毛细口都清晰可见 而且很有立体感 因为HD高清画质的原因 看起来就会让人感觉身丽其境 体育台也有 卡通台 儿童台也不少 新闻台很多HD画质的 体育台也不少 还有许多香港跟澳门的电视台 也有大陆的频道 两百多台耶 出国 出差 电视盒 带走 一样可以收看第四台 不错嘛 哇 要寄一台去美国给儿子看 哇 做梦都没有想到 乐王家族的电视盒这么强 收费应该不便宜吧 高贵不贵哦 月租费只要一百元 真的是太棒了 我也要一台 赞 于是 王先生 马上装了乐王家族的电视盒 乐王宝宝 还好有您 我耳根终于亲近了 不用客气 只要购买乐王家族智能电视盒 就可以满足全家人看电视的需求哦 再看 人的电视盒 趁这里 是 宝宝 乖